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牛熊症和窩卵最显著的分別是 牛熊症設有強制收回機制 當淨股價格觸及牛熊症的收回價 就會即時被收回 所以牛熊症有機會在到期前已經停止買賣 而窩卵就沒有強制收回機制 在一般情況下 窩卵不會提早到期 在最後交易之前仍然可以買賣 另外 隱身波幅對窩卵理論價值有显著的影響 相反 隱身波幅對牛熊症的影響就非常輕微 要提大家 千萬不要將窩卵和牛熊症撈亂 試過有投資者原本想買入窩卵 不過創意買入了牛熊症 在被強制收回時才發現買錯產品造成損失 其實投資者可以從幾個方法識別窩卵和牛熊症 首先 自從交易所引入五位數字股份編號之後 所有牛熊症的編號都是六字開頭 另外 在證券英文名當中 牛熊症會包含井號 而窩卵就有經常在電郵地址見到的這個符號 吉他 先吃 際點擊 感谢观看